9月3号海魁台风带来超大豪雨台铁 花莲站下午是全面停驶 没有想到这时候就有一名成姓男子 因为急着想要回北部工作 一想天开就直接偷机车 不畏风雨骑汽车北上 而人警接获通报后是立即前往逮捕 最后在秀林乡和平村成功的将他拦截 幸好骑士没有因此酿成意外 台风期间苏花公路风雨逐渐增强 警方拦下冒着风雨骑上苏花公路的机车骑士 另一辆交通队的警车则是从公路的对象拦截 两辆警车前后包抄将机车骑士拦下 原来这名成姓男子所骑的机车是一辆脏车 我们队立即派遣警力到苏花路郎拦查 以3点15分在台九线154.6km公里处 北上车道迅速逮捕犯险一名 并将人车带回分队 接系移交发礼分级侦办 原来这名成姓男子窃取机车的时候 全都被监视器拍下 花莲市警局3号下午货报 在花莲车站附近超市 有民众的机车遭窃 警方火速调跃监视器 锁定成姓范贤 发现范贤骑士车北返 通过苏花改崇德管制站 随即通知花莲交通队远警蓝车逮人 男子向警报表示 由于台风期间火车停止 但诚信男子又急于返回北部工作 才会临时起意偷了机车 警方证据后将男子一切到罪嫌 移送地检署侦办